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带您一起探索越南与非洲新一市场的不动产机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孙姐开讲 越南不动产的Q&A 这个是第二集 这边的一个系列 主要是为各位介绍 客人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就是外国人到底在越南买房能不能够贷款 很可惜的 这个答案虽然是可以 外国人可以在越南贷款 但是它的条件呢 我觉得比登天还要难 连我都不一定符合条件 那我们就细细的来为各位说明 外国人在越南贷款需要什么条件 第一个是需要在越南有占居证 那占居证呢 目前不太容易拿 你必须要先有工作证 有了工作证以后再去办占居证 那或者是您是公司的股东 公司的投资执照上有您的名字 那你可以用这一张的这个投资执照 去办一个占居证 那现在的话 台月的关系并没有太好 所以在投资 如果是以前只要投资1000块美金 就可以办到两年的占居证 目前的话投资20亿月顿 那大概是300万台币才能够办到两年的占居证 所以办占居证的难度其实是很高的 好 那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说您必须呢 在越南有薪资收入 因为银行要看说 您到底有没有还款的能力 所以在越南要有薪资收入 这个收入呢 是不能领现金 必须要用银行来转账的才可以 因为银行转账的话 它才有证明说 我每个月有收到这样的收入 第三个条件的话是 假设呢 您在台湾 您也有一部分的薪资在台湾领 那你这样的话 在台湾的这个薪资收入呢 也可以是一种加分 就是未来的话 在贷款的额度上 也可以把台湾的薪资收入 当成是一个薪资证明 那贷款的期限最长是七年 那有的人占居证只有两年 那怎么办 就是两年到的时候 您必须要承诺 您可以再取得占居证的加签 假设没有办法拿到加签的话 那变成要被迫提前还款 所以就是说您必须要保证 您在这七年当中呢 占居证到期以后 您可以顺利的加签 再来这个条件就非常的困难了 您如果要贷款 你必须要有粉红布 公寓的粉红布 也就是要拿到公寓的权状 如果没有公寓权状 譬如说您是买预售屋的话 那这样的话 您就必须要您的建商 同意跟银行签三方约 这一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假设这是预售屋 然后呢 当您去把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 银行他不会知道的 因为他银行没有拿到您的权状 所以银行不知道 你会把这个房子卖掉 会知道的人是谁 就是建商 建商在预售的阶段呢 他都会做一个管控 所以必须要建商同意 当你把房子卖掉的时候 他会通知银行 所以这样银行的债权 才能够确保 不会被买 不会被这个贷款人 偷偷的把财产卖掉 那这个就很难了 因为越南现在很多的案子呢 他们都不同意跟银行签三方约 这个会增加他们作业的困扰 所以这一条呢 也是一个目前最大的障碍 贷款利率呢 是7到12个percent 如果大家有看我第一集的Q&A 会知道越南的定存利率一年期 目前呢是7点多个percent 快要到8%了 快要到8个percent 那所以利率当然 贷款的利率当然也就会高 那贷款的利率 目前已经7到12%了 在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知道出租的报酬率 只有4到6个percent 然后呢 房价的涨幅一年是5到10 所以就是投资越南房地产的一个 每年的报酬率呢 大概是10到20个percent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贷款利率 如果是高到12个点的话 那这样的话投资越南房地产就没有什么好的利润了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虽然外国人在符合某些条件下是可以贷款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鼓吹大家贷款的原因 如果说这个有越南配偶的话 是可以用越南配偶的名义来贷款 那这样子就会比较容易 可是呢 一样贷款利率是非常高 更高 那有些的情况之下 假设您跟银行的关系很好 是可以例外处理去贷到款项的 那我们这边讲一下越南投资的报酬率 以出租的报酬率呢 大概是4个percent到6个percent 那房屋增值呢 每年房价涨5个percent到10个percent 所以两个加起来 它的报酬率呢 是10个percent到20个percent 那由于这个贷款的利率 假设高达10到12个点的话 那这样子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房屋的报酬率实在不划算 所以呢 通常我们都不会建议客人在越南贷款 那不能贷款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通常会用的方式 就是第一个会买预售屋 好 为什么 因为预售屋呢 它其实是分起交款的 通常呢 盖一间公寓 大概要两年到三年左右的时间 那在交屋之前 只要缴50个percent到70个percent 所以就是说 我们会买预售屋来将杠杆最大化 譬如说我手边有10万美金的现金 然后呢 我每年呢 我可以存款5万美金 好 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的操作方式就会 第一次的话 我就是先分期付款 好 买预售屋 因为你假设一次付款 可能你就只能买10万美金的 这个公寓一套 好 但是呢 我们的做法是 会透过预售屋慢慢缴款 所以我会买两间的预售屋 然后我分三年缴款 那第一 那第一 每一间是10万美金 所以三年的话就可以支付20万美金 所以就是说 透过预售屋慢慢缴款的方式 让我可以买到的房屋的坚数是最大化 所以通常呢 我们都建议客人不要一次付款 而且一次付款呢 会有一些风险 因为通常建商是盖到哪里 我们就付到哪里 盖到第三层 我们就付到第三层 盖到第十层 我就付到第十层 那曾经有一个客户 他就是买房子的时候 他一次缴了全部的款项 预售屋 那后来呢 他想把房子卖掉 可是呢 跟他接手的买家 就变成是一次也要把房子的总价 要支付完 才有办法去买这个房子 那因为越南不能贷款 所以一次要支付完总价的话 其实这个所需要的现金算是蛮高的 所以假设你一次付光的话 未来在转售上 其实付款条件会很吃亏 所以我们通常都建议客人不要一次把房子的钱付光 好 那另外一个运用杠杆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从国外贷款 因为像譬如说以台湾的利率来讲 大概1%到2%而已 那中国的贷款利率也是相对而言是比越南要低很多 那更何况像日本新加坡有一些贷款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通常会从国外贷款 只是国外贷款呢 不能用越南的房地产抵押 它只能用国外的贷款来 国外的房地产来做抵押 譬如说像台湾 在台湾的话 我们就拿台湾的房子来做房贷 利率2% 那我如果是说用信用贷款 利率4% 用保单贷款利率可能是4到4.5% 那我在日本或新加坡贷款的话 可能我的利率也是只有2%左右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由国外取得便宜的资金 然后在越南买预售物的方式 来克服这个不能贷款的一个问题 想要掌握新兴市场房地产的最新讯息吗 请在这里直接订阅孙姐开讲的频道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捍卫不动产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加入LINE AT生活圈 祝大家投资顺利赚大钱 也记得帮我们按一个赞哦